桃園其實生活機能跟休閒機能都不會輸台北 談論搬到桃園的居住心得 王先生滿滿感觸 9年前從新北搬過來 除了房價之外 居住環境條件跟雙北比較起來相距不遠 如果說是以購屋的話 那根本是你如果在台北同樣的價錢 你可以在桃園買到更便宜又大碗 慢慢慢慢人多了 然後商家也進住 那一定會越來越活絡 王先生跟太太育有兩名兒子 因為房價考量和空間環境 選擇房價相對雙北便宜的桃園 加上就學環境條件都不錯 像王先生這樣的案例還不少 而且還有很多人是買在桃園 空情到雙北工作 淡黃區如果越來越高價 那當然他一定會有一些排擠過來的 那其實我滿多朋友也都是在新竹 或是台北上班 他們會選擇桃園的原因就是 他就正好在中間點 你要往北 往台北很方便 還有往新竹工作也很方便 桃園吸引人口從數據就直到 2021年全台灣人口總數少了185922人 但六都當中只有桃園正成長多了3584人 桃園升格至今人口總成長增加了211669人 目前總人口數227萬人 而且平均年齡約40.5歲 房中也就表示這跟年輕人首購選擇桃園有很大關係 以目前普遍來說桃園平均房價應該都還是在二字頭 那當然有些地區還可以掌握到一字頭的房價 那真正是比較核心地段 房價最高的地方大概也是四字頭到五字頭 相較於雙北來說都還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桃園房價雖然持續漲 但相較雙北還是比較低 航空城青浦等地購物力道強勁 各項公共建設補助也相對較多 但專家表示道路安全成了隱憂 根據道安資訊統計網調查 桃園歷年來事故總建數逐年成長 108年就有42651件 109年達高峰49311件 110年46366件位於六都之冠 險見交通死傷是桃園嚴重問題 我就舉最簡單桃園目前來講 你找不到一個所謂的60米路80米路 這個都是很被人家所詬病的 因為早期車子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大概6米路8米路就夠用了 那現在來講人家都講求像這個台灣大道 或是像這個宗教東路這種大馬路 80米路甚至100米路 我覺得這個才是長期的規劃 分析原因主要在於這幾年人口變多 汽車使用也增加 加上桃園區綠線監獄施工 道路路線限縮 多數規劃設計不良導致 但學的表示隨著時間會慢慢改變 入未來調整以及公共設施完備 交通事故問題有望改善 如果說能夠把它類似像 我們這個有一個什麼三環三線 或三環六線 整個做一個100米 把它串連起來的話 我想這個建設 軌道建設 現在講的是軌道經濟學 軌道在哪裡建設在哪裡 整個人口就會不斷的集中 這是好的事情 我連帶在通過一整個的收集中 說得好了 尽快要來給予一個最新的水分 選擇